好 馬上到我們這個 寶物的鑑定了 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當中是 整個一對美麗的母女 其實來講像姊妹 對啊 是不是 我們歡迎沐嶼娃 來 大家好 歡迎西愛 還有我們的最疼的 她的女兒 西愛 歡迎 西愛是在大陸 好像是在中央戲劇學院 學戲劇 是不是 然後兩岸都有在拍戲 真的很好 沒有 對不對 現在好像沒有什麼行業 可以做了 他們現在大陸說 什麼行業都不能做 只有影視這一塊可以做 真的嗎 對啊 好 今天第一個建筑叫 八卦的這個雕刻 這個來歷是什麼 這個大師是台中一位風水大師 然後他是跟我在同一個 漁林中協的時候 他是我的學長 但是大家出社會之後 他變老蘇 就不叫那個名字 然後他接受我的訪問 然後我覺得他很特別 我說這個到底是什麼 然後有幾樣東西 然後訪問完 我就說放我陽明山好嗎 他說好啊 所以我也不曉得 那個是什麼東西 我想說我很喜歡 這個八卦 後面叫開財門 對 你就這個八卦 是要幫你開一個財門的 這看也是一個石頭 不知道什麼石頭 去雕刻的 感覺好像滿沉的 滿重的 開財門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幫你這個打開你的財庫 對 讓你發財 這是好事 對啊 不管他東西值不值錢 光這個開財門 就三個字就好了 不是這個 這個玉華是有福氣 你看我長這麼大 就沒人送我這個東西 到現在就沒有發財 財門本來就開了 這財門沒開不行 這是一個 我們就非常很簡單的 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一個 類似宗教的東西 帶著八卦 就有點看方位 太極 有點像那個 我們那個看風水的那個羅盤 對啊 有點像 那這個形式上 形式上它是一個玉壁 玉壁 這個是在這個 這個商舟的時候 祭天用的玉壁 只是商舟的時候沒有八卦 八卦意思要到漢以後才有 所以說這個 可能就是後代在做的 後面做的 後面 而且龍鳳刻得這麼巨像 可能是後代的 好 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一個 OK 好 這是一個玉石 雕的 最重要 我最欣賞的就是三個字 三個字 開財門 假設我 老大快六十歲了 財門還沒有開 急得慌 不要急 今天就開了 OK 好 謝謝 好 我們先來評估一下好不好 來 請見價 五千元 好棒 五千元很棒 這是一個 漢白玉 什麼是漢白玉呢 漢白玉就是 大理石 我們在說 漢白玉的什麼 雕刻 漢白玉的建築 這個 美其名叫漢白玉 其實它就是大理石 那大理石 白色大理石染色以後 漢白玉 採聞看起來 古藝盎然 其實沒有那麼久 是 然後上面吊著這個龍跟鳳 我覺得都是這些吉祥的東西 是啊 戴起來或者掛起來 或者擺起來 都沒有壞事 都沒有壞事 你要不要戴起來 弄個繩子綁在這 要開財門 要這樣子放 你知道為什麼 剛剛我說還好 你說為什麼還好 那麼便宜 因為這樣我沒有壓力 但是我喜歡這三個字 來 第二件有證書的 有證書 來 講一下乾隆的這個瓷品 你講一下吧 另外可以講一下 怎麼來的 也是一樣就是這兩件就是 老師送的 對 老師好幾樣東西 可以把他的電話給我嗎 可以啊 我想認識他 老師這個人他非常好 而且你知道有要求說 老師 我覺得這個好漂亮 然後沒關係 放個你去這樣 這麼好 感謝你介紹你們認識 謝謝 你這樣子一打 所有的觀眾都跑去找 對不對 我來講一下 對方出口國 英國進口企業 然後他資本註冊 這個公司三億 三億的資本來註冊 收購海外遺失文物 所以說他送他的這家公司 是收購海外的遺失文物 也就是說這個瓶子 收購日期沒寫 收購日期沒寫 人家送你的 是啊 是 就放在我陽明山 而且 這個 你看 他故意寫一個英國 我強調一下 就從英國收購回來 什麼原因 八國聯軍的時候 這個東西到英國 然後呢 這個公司很有良心 把它買回來 把它買回來 國寶不能留於國外 把它買回來 所以特別用一個證明 而且這個圖章看得很嚇人 中狂人民共和國的 什麼 後馬海關 後馬海關 這江西的 這江西 這個海關出的證明 相當了不起 這是保證書 乾隆詞品 看了以後 這個在鑑定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這是國寶 而且歷經戰火 沒有破損 底部有 乾隆炎製 還有你看 還有蠟峰 對 這個蠟峰就是在海關的時候 過海關 為了證明 證明你這個東西沒有調換 它就給你做一個 所謂蠟峰在這上面 然後上面還有什麼 什麼貼的一件 你看這個紙都好舊喔 兩百年的紙了 會不會假的 我給你保證 絕對假的 對啊 不會貼那麼多 沒有我看就覺得它是真的 如果真的老師不會 那麼爽快 我覺得它是真的 不是 你想想看 有一個人這麼大方 送它一個 真的是乾隆的十瓶 好 咱們先給這個瓶子 證個名 好不好 這個瓶子呢 這個形式叫 觀音瓶 觀音瓶 那這邊有開光 開光就是說 在這個地上面 這個地 這個叫地 地上面開個白色 畫上其他的東西 這叫開光 這個開光畫的是走獸 開光走獸 然後這個彩 這個幼彩啊 這是髮廊彩 所以說這個叫 髮廊彩開光走獸觀音瓶 那個瓶子呢 看起來很像國寶喔 很像國寶 讓我們仔細看一下 好 這老師真好 對啊 送你那個還是送你這個 對 因為那個 師母比較 不會喜歡這些東西 那個東西看起來 就比較不適合 這個看起來 還有一點古人 還有機會 好不好 對 我看這個是因為 我覺得它是 其實它也把這個丟給我 因為這個它比較適合吧 對 老師說了 這個不簡單啊 你看第一個 它有龍鳳的那種 是 對不對 這可以拿來當沾板切菜耶 沒有 那個當起司盤 放起司盤 起司盤 來 我們看一下喔 這是走獸 這是一隻菌犬 這個是粉彩 這個又 上又是粉彩 是 好 OK 我問一下 秦老師 一般來講 他們會看 如果說是官窑 或是宮廷的東西 是 很多人他們會先用看字 是不是 是 就是說它像比方說 下面這個 前容年字 就是會從這個字上去看 一般來講 這叫情記 這種情記 基本上在官窑裡面 它那個管理得非常的謹慎 就是說它在出胚的時候 有先點過 比如說燒一百件 點過 上面是什麼什麼花 全部都寫好了 開了窑以後 壞了 化掉 就列策 所以這個圖章 基本上不會出現在民間 所以說這些瓶子 如果說送給王公大臣 又有一個名稱叫賞瓶 賞給下面的 像比如說乾隆 或者尤其嘉慶 很喜歡賞這些東西給大家 這叫賞瓶 這留到民間就不得了 可是在仿造的這個過程 第一個仿造就是從圖章開始 因為你知道嗎 現在這個電腦造像太厲害了 所以造出來的 你根本看不清楚 看不出真假 那要從哪裡看呢 首先要看這個瓷胚 瓷胚 瓷胚呢 胚土是非常細緻的 這個胚土要塞過一百次 什麼叫塞 就是說這個土放在一個細網上面 現在晃晃晃搖搖搖搖 塞成比麵粉還細 才能做成這個胚土 塞一百次 這個官窑 尤其在這個乾隆時的官窑總督 叫唐鷹 這個小子 腦袋能夠放在頭上 還可以走路吃飯 我跟你講真不是簡單的人物 他變得花樣 讓皇帝開心 他做出來的東西非常的漂亮 非常漂亮 所以說真正官窑欲賞的 基本上都是非常的驚喜 好 也就是說現在問題來了 這一個到底是不是乾隆年製的官窑 是 好 我們來 請見價 兩萬元 這個瓶子 這個瓶子的這個胎土太厚 不夠細緻 這是第二 這個法郎瓷呢 它用的法郎 基本上不是官窑用的 我們怎麼來看這個東西呢 官窑用的法郎瓷呢 它的那個釉 它比較清澈 這個又比較沉悶 這個可能就是近代在用的 然後整體的這個 關於這個彩繪的部分 我覺得也還 不夠細 也還好 綁合度各方面的那都還不夠細 是 當然下面的這個乾隆年製 請供參考 對 像他貼的一些什麼蠟封啦 這些什麼紙條啦 都是為了要取信於你 想辦法要你掏錢 可能是老師也是跟人家買很便宜 然後他就訪問完有幾個便宜 我覺得應該老師不是買來的 可能因為他幫人家做了一些什麼好事 人家送給老師的 有可能是這樣 也有可能 那老師就借花獻佛 就送給你了 是 這年頭要買這個濕器啊 真的是 要是我朋友買啦 要注意 這個很難保養 這個還不錯 如果真的難保養